弱点箱到客厅之后一根网线 无线路由器和IPTV直播不能同时使用怎么办 我这有上中下三侧 下侧是就是著名的网线分线器 工掌电工的核心装备 只要他们的网线少跑了 他就会告诉你用分线器就行 按照他们的知识体系 网线可以无线被一分二 交换机都是直上税了 使用这种解决方案 轻则千兆宽带便百兆 重则压着根上不了网 不推荐 原理相通的解决方案就是 一根网线接两个水镜头 结论也是不推荐 中侧使用带有IPTV透传功能的 无线路由器 但是因为各运营商的光猫设置不同 有可能需要设置光猫和微烂 自己设置光猫一定门槛 而且最近的光猫超级管理员密码 都被修改过 只能通过召唤运营商师傅上门才行 结论是可以买来试试 要是不行就召唤运营商师傅来帮忙 上侧需要两台网管交换机 光猫设置成路由模式 也就是手机连接光猫的WiFi 直接就能上网的模式 两台交换机设置两个微烂 这样就能同时使用IPTV和无线路由 结论是操作相对简单 成功率高 但是需要额外的投入 上上侧 使用带有IPTV功能的AC和AP 光猫加一条网线到AC路由器的IPTV口 按照APP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结论是操作极其点 就是有点费钱 其实终极的解决方案 就是在装修的时候 就找一个专业的人 是给你家规划弱点和智能 不要等到入住的时候 才追肯磨叠 有很多设计和电工一知半解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就提供所谓的建议 你就问问他们 知道六类网线最多 能跑多大带宽吗 屏蔽网线该如何接地 FTR全光组网如何不线 又如何选择光线型号 IP和Match用哪个解决方案更好 分别又如何科学的不点不线 以上问题要能回答一个的 出来的都是凤毛棱角 你要是问我斗音学装修靠谱吗 装修我不敢说 如果装修博主说弱点和智能 大概率不靠谱 总结一下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具体IPTV的设置 关注我下期详解 十年智能家居工程师 带你扒下行业底库 丛灵瓦转智能家居 在尝语上